把那个撰写程式的流程 把它固定SOP了 第一个 特别是要 请你在SRC上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呢 你有一个Module就可以 这个新的版本会有这个 如果没有 你在旧的版本 一样可以到这个一个Module Next 然后他问你名称 也许你就打上什么 BMI 然后就直接Finish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BMI的名称了 按Finish 它就跳出 是不是要那个Template 你就按Cancer 就可以开始打程式了 以后的话 写程式就是都这样就好了 如果没有别的特别的状况 反正你就是这样在写程式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个 空白的这个Module 好了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假设里面空的 那你要怎么开始写 那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反正我先让你知道我要写什么 我们再来写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这个BMI我想大家都 应该都知道了 因为现在人对健康好像越来越重视了 而且那个什么健身房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兴旺 现在好像感觉哇 因为健身房也可以业绩这么好 OK 只说应该受到疫情影响 现在好像去的人比较少一点点吧 但是现在好像慢慢又有那种 什么报复性的 媒体很喜欢用报复性 报复性的旅行 报复性的消费 对吧 会不会有报复性的学习吗 对不对 OK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学习 所以就是会有报复性 所以这名称也是很妙吧 只是说如果刚好你就是被限制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被放出来那个感觉 所以端午年假 哇看到真的是大家都好像 尤其像花莲的话 那花莲我看到那个东大门夜市 居然可以挤进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他就那么大而已 挤进两万多人 那等于是说我旁边随时都会有很多人的意思 那你要买东西到处都要排队 那其实也不见得还那么好玩 所以有时候像我都会尽量 如果人多的地方 我就尽量不要去 所以尽量找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去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BMI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的条件大概就输入两个东西 所以也就是需要有两个input 然后一个是身高 身高的话也许就是随便打一个 180 然后体重的话可能就是62好了 这好像有点太瘦了 Enter OK 欸 居然是标准 180 62 180很高吧 62很瘦 居然是标准 所以这BMI其实仅供参考 那如果说真的就175好了 假如说体重是80公斤 有点重了 但它Enter会怎么样 过重 OK OK 其实有点 好 好 所以要努力的运动 OK 瘦下来 不过真的是发现 真的还蛮困难的 好 所以是一个指标 但是底下特别注意哦 输入两个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我需要两个input 但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哦 我如果输入身高 有的人很在乎 就是174.9 有没有 有的人说我就是刚好有小数点 我就是一定要留下来 那如果说你转型的时候 你用int 完蛋了 那那个174.9就被 有没有 去掉了 所以转型的话 特别注意 可能你要注意 是不是有没有小数点 有的话呢 那你就用froats 没有的话呢 就用int 有没有 OK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体重的话呢 还有的话就是 72.3 这样子 也是froats 对 Enter 那出来的话哦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底下的BMI结果 其实应该还可以让它更好 你会发现哦 它里面呢 给你所有的小数点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呢 能够把它变成小数点第二位就好了 哦 那你如果在eSale里面很简单嘛 按按按按按就好了 小数点就消掉了 对不对 按按按按按 增加小数点 减少小数点 对不对 但是问题哦 Python不是eSale 两者最大差别是哦 eSale有图形化的界面 但是Python没有 也就是以前你可以 用滑鼠键盘做出来的效果 这个时候呢 你全部都要用程式来撰写 OK 所以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两者之间很多事情都是 有点雷同的啦 有点重叠道啦 OK 所以哦 有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叫你 所有的事情都要用程式来处理 复杂的事情可以用程式 当然简单的事情 如果是琐碎也没有很复杂 你干脆eSale处理完就算了 不要没事哦 全部都通通把它用写程式来解决 那当然会类似自己啊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建议 实际上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怎么做 他前面也许最好是什么 加个BMI帽号 然后换一行 然后告诉我说 他的什么 他的平分啊 或什么的 加一个叙速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相关的条件 我是参考那个Google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Google上面 搜寻BMI Enter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个所谓的BMI 计算器 其实我是根据这边的规则来的 那你会发现输入两个 输出 这个输出的结果判断 有没有 他这边就是什么 如果BMI小于18.5的话 那就是过轻 正常的话是18.5到24 然后异常的话就是有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重度肥胖 有这些标准 所以呢 我们该如何完成这件事情吗 第一个当然我刚刚讲过 我们要输入两个 一个是 假设啦 我的身高 那我用Input Input是什么呢 请输入身高 那底下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要转型哦 我刚刚讲过 外面请你包Frozen 因为有小数点 那后面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除以百 为什么要除以百 因为这个 这个网站上面 它有提示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这个计算公式 BMI 计算公式 这边有 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话 指的是公尺 而不是公分哦 OK 所以记得 因为我们习惯输入是几公分 所以你特别注意 后面一定要把它转换成公尺 然后Frozen之后 除以一百 得到我们的身高 再来的话输入体重 放在W 这个前面变数 名字自己取的 OK 然后再来做 BMI的公式 所以再起一个BMI 等于什么 公式的话是什么 就是 所谓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体重 体重的话不就W 所以你这边可以 W 除以 身高的平方 身高就H 乘乘 平方嘛 大家有讲到 乘乘2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 所谓的BMI 那当然你第一步 也许可以先做到这里 你可以把这个BMI 给print了出来 这边底下先把它注解掉 先把它注解 然后我们假设先做到这里 身高的平...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 执行看看 身高 随便输入一个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出 这个BMI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做那个逻辑的 这个部分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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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